唉 伤脑筋啊 这材料形状像这山 嗯 主要是这条水路上面飘着一米洋绿 水路外的地方四指偏钢 分布着不可取的白 而且边缘部分有细纹 如果要保留材料上较长的这条水路 那并无法取成正规的排行 尝试大档时去这些干巴巴的位置的话 取出形状后会呈现出一个T字形 显得太长 切小做成小过去又太可惜了 价值会受影响 不切形状就不好 这才是伤脑筋的地方啊 我们思考了很久 还是决定保留其完整性 那如何将这两个不同的方向 相互结合并协调自然 最终 还是这某律师给了我们情报 结合脆有信仰 将下方律师部位归纳为一个整体 吼 整体设计成立体的起吼光阴 朝天吼成敦武装 仿佛即将一跃而上 而光阴体态自在随性 与身形收缩紧绷的吼形成队 一个镜中有洞 一个洞中有镜 将水路上不规则的高低位 利用到位 飘潮的位置 压进去后 会让更多的律师呈现出来 让整只吼兽 不满意义 使整件作品的价值 有一个智能提升 朝天吼具有上床天庭 下达名义的寓意 奇虎光阴 洞悉世间疾苦 失职悲 渡行终身 我是阿聪 带你看面旺中肥萃定制 再次 再次